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面館由皇后区开到保洛伦 哇,我们这班住在New Jersey,Stand Island和布洛伦 喜欢港式云吞面的朋友有口福了 竹面馆的明火灵白粥 正统港式煲仔饭,慈名牛腩王 还有正宗上海小龙汤包 通通都是港人之爱 竹面馆,竹面馆,好吃到没王冠 竹面馆有三间 法拉城Casina Boulevard 59-08号 电话718-539-8882 明街40-21号 电话718-358-8855 布洛伦五大道86街8619号 电话718-238-3303 Cindy,哇,又一个礼拜了 很高兴又见到你 很快,马三 是的,很快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哇,这个… 对我们来说真的好像碎雨催人 你不要这么说 你还年轻 我小时候我记得 快点大过 快点大过后 好像大人那样 我可以做很多想做的事 到大了之后 十多二十岁的时候 快点过十,十八岁 二十一岁 我可以做成人的事 接着呢 快点认女生结婚 结婚生儿子 生儿子 生儿子之后 那些儿子快点大 到现在呢 我想时间慢点 没那么快过 现在呢 不,现在想小儿子 不是 就是现在迟点假 没那么快假 哦,那也没所谓 我家陪多些 又不是的 那你很自私了 那你等一会 不是生儿一个 两个三个 你帮手臭 哦,不会的 他们那些呢 就结婚生儿子 我觉得呢 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呢 已经完成了 那我有一件事就是 很反对呢 中国人的家庭 哎呀 我要和那些儿子 和那些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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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的 我觉得 他们有他们的福 所谓儿孙子有儿孙福 我们呢 老一辈的呢 我们要我们的生活 嗯 不要为了那些儿孙 来影响了自己的老年 或者退休的生活 我觉得这样是 对我们是很不公道的 对 你觉得对吗 对 马先生 我们上一期说到 贵走和便宜走 对吗 哇 你在那儿问我 我不会答复你 不是 我真的想知道 为什麽 有什麽主重 我真的 其实我喝酒都喝了 很久一段时间了 嗯嗯嗯 嗯嗯 其实呢 真真正的 我偏好呢 就不是红葡萄酒 红葡萄酒 我不是我偏好 那你不是喝什么 我反而 我反而不是 非常之喜欢喝红葡萄酒 为什麽呢 啊 我觉得 因为不知道为什麽 我好像呢 会胃酸 哦 个人的身体而定 或者 喝少了 就没什麽所谓 嗯 我喝葡萄酒 都会喝 我又不是真的说 完全不喝的 一看什麽场合 譬如说 遇到什麽朋友 那麽難道朋友今天 开葡萄酒 你不喝什麽 是吧 你不可能为了你自己 我不行 我要喝什麽 那即是你为了 应酬朋友喝 都不是这样 我不想朋友 为了我 要遷就我 那麽你觉得 喝葡萄酒 对你不舒服的话 那麽喝少一点 喝少一点 喝少一点 但是呢 不是有种事 你明白 你喝开酒的时候 是很难去 即是喝到很开心 即是气氛 即是气氛 你喝到很开心的时候 你是很难去 制止自己 除了不想制止自己 或者制止不了自己之外 还是你不想掃气 是的 那你 大家朋友 在一起的时候 你突然间 哎呀我又不喝 那样那样 你觉得很掃气 不是特别 你心地好吗 特别是很多时候 为什麽呢 是大家一起喝酒 那有些人喝得比较快些 那我们可能说 葡萄酒可以了 可以喝 对身体好 就要喝一下 那喝了之后 那会比较慢些 稍为慢些 那有些人呢 就喝过那个 快点 速度又快点 那会比较慢些 那他们呢 有时就会喝些 哎呀做什麽事 我喝光了 为什麽你还有那麽多汗路 还未喝 即是有些 即是不太说 有些人会是这样 我觉得呢 他这样说他就这样说 我是不喜欢 就是给别人一口劝你喝酒 一口劝你干 我不喜欢中国的喝酒文化 我喜欢我自己的喝酒文化 我自己喜欢喝多少得多少 我喝得舒服就可以了 我不想强行自己一声 跟你一人说一杯 我觉得第一 这样是不享受你想所做的事 第二 你喝下去无补于事 第三 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喝了什麽下去 而且你喝了之后 对身体不好 因为你喝得急 会很容易什麽呢 很容易反胃嘔 是伤胃 不是伤胃那麽簡單 你会去嘔 因为你早前进去太快 但是他未曾 胃未曾吸收到 那你便在里面打滚 一打滚的时候 你便会再反胃嘔 那对身体又不好 第一 第二浪费了你的酒 你都不享受你的酒 那我们去喝酒的时候 然后我们又不是说什麽酒的瘦場 我们去开开心心喝 和朋友一起 喝酒喝完之后的感觉 是吗 少少 你不要说喝得太多 喝太多 各样东西多都是不好的 比你吃龙肉吃得多 你都不好 就是这样说 你不要说过分过量 喝少少 绝对是没问题的 还有我不喜欢这样喝的原因 就是什麽呢 我譬如说和他们 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朋友 我进去他们和我喝 我有外喝酒的方法 我绝对不和他们这样喝 一两杯没问题 一路下去我不喜欢的 到头来 他们醉了 我没醉 我喝得不让他们笑 因为他们喝得急 而且他们不享受他喝的酒 他都不知道自己喝了什麽下去 他们只是想为了那个 喝酒的情绪去喝 否则没有这样的必要 你觉得是吗 我也是 但有些人好像 他好像是很享受 喝到很醉 喝到要进去厕所 那种感觉 我就觉得有一批人 是会有这样的 我就绝对不会这样 男为自己 不是说你 不是说你 就是说我不会这样 男为自己 我觉得他们那些人 是对自己有自虐狂 另外呢 有些人就是说 我想看你的罪 有时候那些人 有些自虐狂 之外有些虐待狂 他就想看 你到底醉了之后 你会怎样的呢 是否好奇心作祟呢 其实我们叫做农情醉意 都不是叫人喝醉的 醉之中有三分醒 我们以前说过 你不要说真的喝到 冷醉如泥 不要这样喝 第一 伤身体 第二 不享受 第三 没有意义 你觉得喝酒 喝到七成 真的是最好 是最享受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喝四五成都差不多 喝七成也太多 那些四五成 喝了七成就 太清醒了 还是太清醒了 不清醒 不是说清不清醒 你需要清醒 尤其是喝了酒 大家记住 就是不要驾车 不要驾车 不要驾车 我们是柳州规定的 21岁以上才可以喝 含有酒精的东西 包括酒在内 你以为有喝酒 去驾车 或者不够年纪 21岁以下喝 是犯法的 是不行的 刚才我说了 你说为了去喝 跟朋友这样去斗酒 拼酒去喝的话 我觉得是很不值得 而且是很对不起那些酒 因为我是一个很懂得酒的人 你觉得你喝所有的酒 你觉得那些酒喝到口 你觉得是不是很好喝 你是说喝了好像一个美食 当一个美食那种心态 来对待一些酒 是 你是这样 所以说你是很享受 很享受 它那种味道 那种口感 品尝酒 品酒 你要学怎样去品 因为你懂得品的话 这些品的东西 各有各的阶段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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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这样的品 这个是没什么所谓 最重要的是 对你那个口味的酒 你品了之后觉得好 就是好 不需要说 刚才你说的 一定要买贵的酒 贵的酒未必适合你喝 便宜的酒未必不适合你喝 所谓便宜的酒 什么是便宜的酒 譬如说你每天喝的时候 你不需要说 每天喝几百元的酒 或者百多元的酒 不需要 三几十元的酒 其实已经是很好的了 你约上三五瓶 吃饭 开一瓶三四十元的酒 已经是很漂亮的了 为什么呢 酒本身是一个座长的气氛 你不一定要买一瓶三千元的酒 才喝那气氛 那些就不是了 那些我觉得是中国大陆的暴发 他们喜欢喝 做名气 他们多了解那一瓶酒 我相信他们不是很多人多了解 很多人很了解那些人 反而不会这样喝 那你自己觉得喝了下去 你觉得几元一瓶酒和百多二百元一瓶酒 区别有多大 几元一瓶酒 我就觉得不是什么了 比较难些会好 十多二十元二三十元的酒 就有得可以想一下 怎样喝下去 口感怎样 好不好喝 还有很多酒是以为 什么呢 公司 哪间酒公司 做酒厂 出名 名气卖你钱 那一瓶酒 譬如说是卖三十元的 名气十五元 那些酒本身可能只有十五元的价值 那些公司出名的话 那些酒就贵了 那些是销售点来的 是销售点来的 因为它广告做得太多 是的 除了广告之外 它名气也差不多了 那它当然要收回你这么多钱 那它可以卖了 收回你这么多钱 那它也很辛苦 其实有些小的酒庄 那些酒出来的话 不一定不好 这些小的酒庄 有时候很多给你不同的惊喜 喝了之后你会觉得 它这瓶酒虽然卖给你二三十元 你觉得喝下去你觉得 是四五十元 是超值的 是超值的 因为它没有它那么大的名气 大酒中的名气那么响 所以它卖得便宜点 但是它的酒量 做的酒量是少 买完就没有了 所以它们那些酒 反而有时候会给你不同的惊喜 所以不一定要价钱贵 或者是便宜 才是好或者是不好 是喝酒 我一直都是这样说的 我们喝酒的哲学就是 选到你一瓶喜欢的喝 价钱适中 如果你经常喝的话 不可能每天喝百多元 也就是几百元的酒 或者几千元的酒 不可能的 那你吐完监 去上一次 那你对那些贵酒 和那些便宜酒 你可以比较一下 究竟你喜欢些什么 和有些什么不同 你可以从中学到喝酒了 但是有很多人 他就为什么 以着什么心理 就是我听别人这样说 他为什么一定要喝 或者有贵的酒 百多元 或者多少钱的酒 就是会比较贵的 他们会觉得 他们会觉得 喝那些酒 就是它里面的成分 会好一点 或者葡萄会做好一点 会纯一点 会生质一点 对身体健康一点 有没有这样的根据在我手上 有些对 有些不对 比如说 那些东西处理好一点 做好一点 这个是真的 那喝酒的话 其实说真的喝酒 酒精在这里 喝得多 都是对身体不好 说真的 无论你多贵的酒好 或者多便宜的酒好 酒精对你身体 始终都是 少少适量 没问题 过量的话 始终都是对身体不好的 那不是酒 它们很贵 就会对你身体好一点 是没有这件事的 不过有一件事就是 如果喝漂亮的酒 尤其是喝烈酒 漂亮的酒喝了 它纯粹的话 你第一 头痛会少一点 这个是事实 但我又觉得 葡萄酒也是这样的 如果你喝好少少 好少的葡萄酒 真是第二天早上 不会头痛 但你那些差 真的喝多会痛 是的 刚才你之前问过 我一个问题 我未曾答复你 那些葡萄酒究竟是 热气还是不热气 那我们先喝点 试一下 待会再说你听 好吗 發拉城君豪大酒楼 新推出君豪厨师特价推介 椰青竹丝鸡汤 XO醬炒斑球 蘭粒煙三文鱼炒饭 潮式冻蟹 红酒灰牛尾 極品鲍鱼鱼煲 及角色山滚凉粥等等 周一至周五晚餐九折 周末及假期除外 晚餐在百里停车场 免费停车三小时 夜晚茶丝即叫即正 吃不停至晚上十点 君豪大酒楼 在法拉城罗斯福大道 136-20号三楼 电话718-358-3388 718-358-3388 家嫂,你厨艺大俊 红烧鲍鱼十足大酒楼水准 这些鲍鱼做冷盘 好吃又不韧 奶奶,其实是厨臣鲍鱼正的 厨臣鲍鱼? 是啊,我和香在大酒楼做大厨 她说厨臣鲍鱼有红烧和清汤两种 可以用红烧汁炆海参、冬菇 另外清汤鲍鱼可以做冷盘 清炒或者炆鸡 原来是这样 你用厨臣鲍鱼请客便宜了 厨臣鲍鱼总代理 东洪流益公司 电话718-255-1068 你是否再考虑买新车? 大家知道 時代车行在布洛伦和皇后区 开了四间分行 任何品牌和型号 从贷款、换车到上牌 時代车行各样精通 服务周全又专业 四十多名专业经纪 为港大华人服务了超过四年 国产、日本、欧洲 应有尽有 能有多便宜就有多便宜 在布洛伦 拓展了时代第一家 超大华丽的汽车维修部 包括板金喷漆 保险股价 和纽约州年检 甚至达到一条龙服务 没有第二道 比时代更专业 服务更完善 来时代一站过 没有烦恼 请快电 1800-688-0456 1800-688-0456 時代车行 Silly 又回来了 你刚才说的酒 究竟是热不热气 我做样子和你分析一下 红酒其实是热气的 是的 但是白的葡萄酒 我就不知道 红葡萄酒肯定是热气 但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 我是不知道它热气 为什么我不知道呢 因为我受得热 所以那些人说 红葡萄酒喝完之后 第二天 喉咙很确 很热气 我没有这个问题 那是不是说 那些人呢 我又见到很多人 会喝葡萄酒 之后呢 就拿回一杯水在旁边 嗯 是不是 等它喝了之后 就不会那么热气 还是说 喝了之后没有那么渴 你喝完红葡萄酒之后 你会觉得如何 你的口味 我觉得没有什么 我好像对这些 没有太大的敏感 没有那么敏感 我觉得就是 它给你一杯水 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呢 喝完之后 你的口味会很干 很凉 就算是甜的葡萄酒也好 你喝完之后 你的口味也会凉 喝一点水 就将你的口味 没有那么干燥 是不是那些酒精 会在你的喉咙那里 这个完全和酒精是两个事 哦 葡萄本身呢 令到你的口很干确 嗯 所以你刚才问 会不会热气呢 可能就是口很干确的时候呢 可能这个就是热气 本身 就是这样的热气 来令到你 酒本身的热气 所以分分钟那些人 是因为白葡萄酒 喝了之后没有那么干 所以你觉得 白葡萄酒没有那么热气 可能是 另外就是白葡萄酒 一般是夏天喝的 就喝冷的 是 冷的 就怎么都没有 恒温饮那么热气 你用room temperature 恒温饮的话 始终和它整凉它 和它本身白色的葡萄油 没有那么干燥 因为它的酸呢 白葡萄的酸呢 没有红葡萄的酸那么多 那些酸呢 就是我们的身体 刚才说是氢氧化 令到免疫功能好 又可以帮你通血管 就是那些葡萄酸那里来的 这些葡萄酸呢 可能就是令到你的口很干燥 我估计是这样的 究竟是什么呢 我就不知道了 一定要问个专家这件事了 我只不过是我自己 用我的经验 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 应该是身边的人 可能多一些 就是说 说出来 然后呢 可能是那些人 大多数都来做准备 应该是这样的 不是 因为我听说 我的朋友喝完之后 他说我听说 哇 我昨天喝了几瓶红葡萄酸 就是一班人 不是一个人 喝了之后 但是很热气 我听到之后很肯 哇 红葡萄酸会热气的吗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个人受得热的 我反而不受得量 是啊 我几热气的东西 我都吃得的 人家说一粒里脂三把火 我吃整粒里脂都没有 我是没有事的 不是吓我 不是吓你 我吃荔枝 我是很喜欢吃荔枝的 我吃多少都没有事 是不会热气这种东西的 所以我是受得热气 所以他说这些葡萄酒里面热气 对我来说真的是小意思 我连荔枝我都没问题 还有看个人的体质而定 有些人是不受得热气的 他就会觉得他热气 如果有些人是觉得他良的 你喝下去或者吃下去吃荔枝 或者那些东西 你觉得没有这个问题 我是不受得量 我反而受得热气 来 好啊 另外就是 你喝葡萄酒 刚才说 我们立方说热气不热气 酒的价值的问题 酒的价钱 并不代表说 对你喝 比如我开枝 我曾经试过这样 我和一些朋友 在一个派对里面 试酒的派对 他请过去 我一人自己给自己的钱 每一枝酒买去的时候 就把袋放着 试饮 个个喝又没有的酒 喝完之后 就比较哪个酒是最好的 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 这枝酒是大概30元打客 不准超过30元 每个人买这枝酒去 一喝喝了之后 有一枝酒脱荣而出 这枝酒好喝 我都觉得这枝酒好喝 打开来看看 这枝酒一百多元 当然好 失败 因为这枝酒太贵 那个朋友很客气 他在家珍藏的时候 拿出来给我们吃 骗不到你们 我们一喝是好喝的 他打算骗你30元 骗不到 一开就知道 这枝酒一百多元 所以他 这枝酒是很漂亮 不过他 撕不到我们的要求 那你没有罚什么 没有 大家玩一下 你没有什么罚什么 那么就失败了酒 再喝下去 有一枝酒 我们也是说他好喝 开来看看 是法国的 那枝酒 30元左右 很好喝的 所以 同一枝酒 当然是那枝酒好喝很多 因为那枝是真的喝下去 很全身 酒味很久 放在你的口里很香醇 是完全不能比的 但是你用这样的价钱 来比较的话 你那枝30元左右的酒 是很值得喝的 那你不用买百多元的酒 买到一枝 你那枝酒觉得是好的 价钱对的 是好 是一个艺术来的 我觉得是 你减到这枝酒的时候 你会是很开心的 但是我觉得千金难买的 喜欢 不是喜欢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喝的口感 每一个人是不同的 没错 这个是这个儿子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有些人说 你分分钟有很多事是这样 是 你给那些几十一百百多元 一枝酒 不是很懂得喝酒的人 浪败了 他就偏甜 他喜欢甜 然后就给一枝几元的甜 好喝 这枝好喝 这个好喝 这个好难喝 不要喝 是这样的 所以不是 你懂得喝酒的人吗 你懂得喝酒的人 你懂得喝酒的人 你真的想一个球拍 一个拍下去 你这样说 这枝没有喝 不是 我们那次去试酒的人 是 每个都是专家 每个都会喝的 是除了我 那你找回哪个level 我是对他们来说 我是小学生 他们每个都是大学生 我们喝酒的程度来说 他们的那些人真的很聪明 很多外国人 只有一两个中国人 我是其中一个 我是最水皮的人 但是我在这儿学东西 我去的原因是 因为我想学一下 究竟什么 红酒是怎样 我对这些喜我的东西 我就很想去尋求一下 多点知识 听到回来之后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喝酒 刚才我说 看酒的价值 这个酒好喝 这个酒不好喝 第一 你喜不喜欢 第二 主要看它的价值 如果你喝了这个酒 这个酒不错 看它这么贵 当然好 但是你看这个价值 再喝一下 这个酒不错 再看这个价值 这个价值得喝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你要喝酒 找到你的酒的合饮 价钱公道 是一个艺术 我觉得是 其实你会不会是 喜欢喝酒之后 然后你找到你自己 即是说 今天超值得找到 你会不会有些 很开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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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才是自己中了六合醋 不是中了六合醋 就是说我有这样的常识 喝了之后 我了解这个常识 喝了之后 我觉得原来我都会吃少少的 就不敢白代表 当然 吃少少 就是说我都知道 原来这个酒 这个价值 我都喝到 我就学到东西了 你会很开心的 然后朋友再说 哎呀马先生 你这么厉害 你这么好东西 找到这枝 有什么好东西 超值的 尤其是我们的朋友 一起喝的时候 不是说喝 拿酒出来最贵 是拿到一枝酒 又便宜又正 那些才是聰明的 拿酒出来最贵 没意思 我拿一枝很漂亮 你赢了多少次 这些比赛 我们没有比赛 我们只是大家在研究 我自己研究 你这样的东西 你胜过多少次 不是胜过多少次 是朋友赞赏过多少次 没有胜没有负 这些 那赞赏过多少次 有很多次 有很多次 有时候我选一些 比较 就是 你准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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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什么价钱 那我就去尋求 一枝这样 差不多一枝酒 那有没有一定要是 哪一个国家的人 没有 大家比赛的时候 这些不是比赛 大家试酒的时候 有很多条件 是 有时候说 只是美国酒 有时候说 只是法国酒 有时候说 只是Cabernet 有时候说 只是麦路 会这样的 有时候说 少过30元 就是用这样来到 你才能学到 为什么呢 他给你准备的时候 你去找 你去找这个酒的时候 你去找的期间 你都能学到 你不是说 只是喝的时候 你学到 你一路找的时候 原来这个酒 这样 你会去尋求 为什么这个酒 什么葡萄 你去研究 那你会不会真的说 拿这个酒的酒瓶 然后去搜索一下 这个酒的名字 不是 反过来 你是去找这个酒 他给你准备去找酒 OK 你不是去拿个瓶去找酒 不是 你不知道什么酒 不是 就是说你想 OK 譬如你今天买了一瓶酒 那你拿去和他们去比试一下 那你会不会 那你都要知道 那一瓶酒的所有的来源 口感 所有的种种 那你会不会拿着自己的酒瓶 就是拿着自己的酒 未试的 那你就去上网上搜索一下 这一瓶酒的来源 历史 所有各样种种 可以抛书包 那到时 一般来说 你懂的话 你拿起一瓶酒 大概你知道几样东西 是 不用多 譬如说你拿起一瓶酒 你知道什么 去挂杯 不是挂杯 还没开 你说拿着酒 你会有什么 你在它的楼堡里 你会看到很多东西 你已经知道了很多东西 那楼堡里 告诉你 招牌 招纸里 很多知识可以学的 这些就少些 加州那些就比较少些 哪些多些呢 法国 意大利的那些酒 他们比较 很多的资讯在那楼堡里 他们比较专注 很专注 很专注的 我想问一下 据你所知 比较整葡萄酒来说 比较好的 或者出名的国家 就是这么说 以你所知 你心里面 没有说个个人 那你觉得是哪几个 是你会 觉得是 你买葡萄酒 你去到我 就会买这几个国家的呢 这件事 我们时间的关系 我就下次有机会 就跟你谈 第一 我就跟你讲一下 这个类型的那些东西 那个招纸的品牌 究竟有什么知识 在招纸里 你去看的时候 学到什么呢 第二 哪个国家的酒 你喜欢和不喜欢 或者你中外哪个国家的酒 我又跟你谈一下 那所谓中外 谁觉得 我本人呢 我就特别喜爱 是法国的那种酒 法国酒呢 它那些味道很独特的 跟一般的酒呢 我可以能够 喝一喝 我就知道那是法国酒 但是什么酒 不知道 我喝得出的 因为我喝得多 法国酒 我很喜欢法国酒 它的味道 跟其他的酒不同 那意大利那些 不是 意大利那些葡萄酒 都很出名 那意大利的葡萄酒 和法国的葡萄酒 又有多大的区别 啊 这些问题 那这些是很久 很久 很长的地方 我不可以在这个 快来各钟的时间 跟你讲这些 那么多资讯的东西 那我们下个礼拜 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刚才你问的问题 你问的问题 很多里面要讲的东西 是 因为你这个问题很简单 但是想讲的话 真的太多了 所以我们的节目就会这么长 那大家记住留意一下 那我们下次再 慢慢详细录情聚意了 是 拜拜 哇 有好处啊 快点拿部手机 和我一起去美颜坊 拿脂生糖激活肌肤 免疫力精华 sample 真的这么好处? 脂生糖激活肌肤 免疫力精华 不是便宜的东西 而且很适合我们 东方女性皮肤 我每天有用的 免费拿来旅行也不知多方便 对呀 只要去布鲁伦二十大道 六十八街 六八零六号的美颜坊 掃一掃个微信 QR Code 就有一份了 快点拿个智能手机 对了 我准备买一些 脂生糖激活肌 和化妆品 那在布鲁伦二十大道 六八零六号的美颜坊见 超哥 你的磁砖粉色那么新 哪一家 不是老友 Arizo阿明的超雅磁砖 我几乎登尋人广告找他 超雅磁砖 不知道搬到哪裏 超雅磁砖阿明 已经搬到134-2533 Avenue 他为了庆祝三十周年 想筹借老友 欧洲进口的磁砖 还全面特价 真是很划 那我去找Erik阿明 超雅磁砖 在134-2533 Avenue 超雅磁砖 电话718-888-7784 营业时间上五八点半到下五六点 Hello 大家好 我是清朗 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嗯...搞笑咯 整班人一起的时候 我都是搞笑的 但是 我又有感性的一面 遇到不开心 又或者想起伤心事的时候 我又会流眼泪 总之 我就会将自己的感受 然后写在面上 开心就笑 伤心就哭 大情大胜那只咯 我平时喜欢做些什么? 煮食 看不同的文章 唱歌 我的节目会讲什么? 一个字 情 问世间情为何物? 无论是亲情 友情 还是爱情 都值得生死相许 想知多些 那就要记得收听和收看我的节目 我是谁? 清朗 快成君豪大酒楼 是纽约最巨气派 大型华丽的婚宴场所 繁衛固婚宴酒席 2万元以上 立即送送送送 送礼堂布置 送华丽冰雕 送open bar 送小食 送三层结婚蛋糕 送婚纱摄影礼券及礼包 送本色盛典 KTV八折优惠 总之君豪大酒楼 无论晚饭及喜庆婚宴 都是定级首选 君豪大酒楼 在法拉城 罗斯福大道 136-20號3楼 电话718-358-3388